《语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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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集呢 就请Noko来为我们展示他的创作品 我们知道Noko她是一个 也是个性很亮丽的一个女孩子 还是充满了梦想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马上看到她 非常亮丽的色彩 Noko就请你为我们解释一下 或是分享一下你在作画的心情 或是这幅画 我们要怎样来进入欣赏 好不好 我这张图是画大汉湖 有一年我去滑雪 就在旅馆我做了这个素描 素描以后 本来是没有前面那一条河流 因为都是刚下过雪很深 但是因为构图上的需要 我加了那一条河流下去 我是用比较不是传统的方式来画这一张画 颜色上我想比较鲜艳一点 颜色上我想比较鲜艳一点 不是2005应该是2010 2010 两年前 两三年前 对我在高雄有拿去展出 对 这个尺寸差不多是多少的大小 30 40吗 差不多吧 还是24 36 24 36 差不多是那个30 非常好 这是油画吧 这是油画 好 然后我们再继续介绍 我们的下一幅就是你的系列 对 我们可以先看这一幅先看吗 对 好不好 好 这一幅是我画阿美族 所以你就是 阿美族 阿美族是台湾最大的原住民的族群 颜色非常非常的鲜艳 因为他们 这是他们的特色吗 他们特色 他们平常这种衣服 应该是在庆典的时候才穿 平常 你是说丰年庆 还是他们的结婚典礼 都有 因为他们的庆典非常多 阿美族他们的节庆比较多 比一般的原住民都要多 非常非常漂亮 他们的衣服是上面是红色的 或者是蓝色的短上衣 那裙子是黑色的加白边 就像这个是吗 对 黑色的加白边 然后腿是黑白绑腿 他是绑腿 那他们有习惯 他们是这样顶着拿东西吗 这个是对 他们去拿水或者是拿东西 然后他们的烟斗 他们很喜欢抽烟斗 是 还有他们一个色号就是角冰囊 他们一般都有角冰囊 其实这张图还没有完全画好 就是说你是做一个系列的图吗 所以你一共有几张 这个系列你一共有几张 我最近才刚开始 所以我现在只有三张 是三张 完成三张 但是你说不定会继续再做 是吗 我已经画很多草稿 是这样子 对 然后他的题目是叫做 我现在还没有想题目 还没有想好 对 就是有关原住民的这个 最主要是他的服装 我这个重点是在服装 尤其是那个 你可以再拿一张出来 就是用手拿 用手这样服着 要不要我帮你服 可以 尤其是 像我这边 这样他就会看到 对 OK 这个是排完组 排完组的衣服 是所有原住里面最漂亮的 被称为会唱歌的衣服 是真的 那他们有什么代表性的东西 他们最主要颜色 是以橙色黄色跟绿色 三个颜色来秀 而且他们有很 那里有那个眼镜蛇吗 对 他们的纹饰是以蛇 尤其是百步蛇 百步蛇是他们 百步蛇 百步蛇 很毒 很毒 他们的花纹有蛇纹 有鹿纹 有人像纹 你可以看到人像 你可以用这个笔像 这个有人像 是这样子 对 然后他们有一些 他们这个是那个背壳 或者是 动物的骨头去做的 牙齿还是骨头 都有 都有 那他们的耳环是 是不是也是骨头去做的 不是耳环是一般他们是 装饰品 装饰品 耳环是结婚的人才可以戴 没结婚的少女是不可以戴的 所以他们在庆典的时候 所以看到有戴耳环的 就不能去追求了 没有错 不要追错了 所以不要搞错 对 而且他们也很喜欢在头上插百合花 百合花 百合花表示圣洁 是这样子 比较纯洁的人 对 那 他们这个 甘鲁头上的什么东西 这个是线 他在勾 他在勾那个带子 他在制造他的带子 是这样子 他连那个百步舌都拿到手上去 不是不是 那是衣服上的 衣服上面 是我看错了 对 绣在衣服上 他们通常绣一件衣服 要花很多时间跟金钱 是这样子 你知道他们差不多要花多少时间吗 这时间花多少我是不知道 但是他们这上面有珠子 也有很多珠子 尤其有时候是用五彩的珠子 那你画这样一张画到 这张算完成了吗 这张已经完成 已经签名了 今年的新作品 那你这样大概要从开始画 从构想 构想大概比较长一点吧 构想 然后开始画 要不要草稿 要 我都有草稿 草稿 今天没有带草稿 有 我今天有带草稿 有吗 那能不能先展示一下说 你怎么样开始 然后再完成那张画 那这幅画说完了以后 我们还有另外的话 你可以再继续的说明 就这样 我帮你拿起来给他们看好了 我觉得是草稿 好 刚才那幅画是 这一张 这都是 是从这一个变这个 不是 这是阿美族的 这个是 就是我们在背景的那一张 在我旁边背景的那一张图 阿美族的 然后这张是 这张是刚刚看过的 那一张牌丸组的女人 这张是牌丸组 就是我们 他刚才展示的那一张 哇 这草稿要画得这么仔细 真的不简单 就是光是草稿也要花一点时间吧 我其实有时候画好几张 好 这也是 这就是说 是等一下的 等一下要讲 没关系 我们先看一下草稿 对 这个也是 那你这些 比较其特殊的这些 他们的这些服饰的design 这些设计图样 我必须要去找资料 你要从哪里去找资料 从美国图书馆呢 还是从 台湾买书 台湾会馆 还是上完 唐会馆 台湾会馆 有很多原住民的书 再加上我 这是非常好的information 还加上我从台湾带来的书 哇 所以我要先做 另外一张的说明 是吗 对 好 哇 这张好复杂 画得非常非常完整 是这样才是转 转那边 不是 转过去 转转 好 这样子 对对对 各位可以看到 他非常鲜艳 这一专也是原住民 排湾族的胡适 你可以看他们的头饰 也非常的不同 这三个女人所带的头饰 都不一样 上面有贝壳 有香贝壳 有珠子 这是排湾的吗 这是排湾族 排湾族是第三大 排湾族现在人口大概有七万人 哇 他们大概分布在台湾的什么地方 泰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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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平常就穿这样 还是就是那个 节庆的时候才有这样的 通常都是节庆比较多 节庆喔 非常非常漂亮 他排湾族以红色 红色跟黑色是南排湾人 他排湾有分五个排湾 中、东、西、南、北 所以他们有五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我以为是只有排湾 如果排湾的话 一般是黑色跟蓝色 他们的衣服是黑色跟蓝色 所以我把他们的颜色都画上去了 你可以看到他们突然有 洗太阳 太阳纹 对 而且他们有时候有一些 有的画蝴蝶纹 我今天是没有 这个没有画蝴蝶 但是有 你可以看到人像 那个就是这一个 对 就是 草稿 这个 这个就是那幅画的草稿 我们可以这样子看 好 对 就这样子 而且他们排湾族有个特征 就是贵族才可以穿 这种有秀的衣服 是这样子 那平常他们要穿什么衣服 平常老百姓的话 出轮吗 他们有分 大头目 勇士 贵族 然后平民 平民不能穿 平民只能穿单色 是这样子 他们的衣服都是 也没有那些 摩布 棉布 不可以 他们 不是贵族 平民的话 绝对不能穿 绣的东西 他们规定非常严格 然后你后面那些 有一些背景的植物 那是香蕉吗 那是香蕉树 然后那边是有一个豹 它那个叫做云豹 云豹 是那边的一个 原来台湾有的动物 而且 现在差不多已经绝肌了 好可惜 除了云豹以外 它还有其他很珍贵的 动物叫 蟹 江 叫江 对 那现在都已经绝肌了 那他们的 很可惜 他们的贵族可以披 那个云豹的皮 的皮 搞不好是他们 这样子裂豹裂掉的 要早点跟他们禁止不要裂 那那个鸟 鸟是不是也是 这有两只鸟 鸟是 鸟 这个我就自己加上去 是加上去 让它比较热 我是为了颜色上 为了构图上 对 这一张非常非常完整 非常完美的一张一幅画 谢谢 非常赏心悦目 这和以前我在看你画的那些 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就是这个创作性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那能不能稍微讲一下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转折 我知道 我们女人就是说 都会有一阵时间就是 你不能继续的在创作 因为你结婚 因为你做事上班 有的人是上班 那有的就是说 你要养育小孩 那你在那个时候不能继续的话 会不会心理上有什么样的挣扎 不会 因为我还蛮乐观的 我知道 你就是开始在那边刺绣 对不对 是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因为受你的鼓励 谢谢 加入了台北医术协会 所以从1998 已经很多年了吧 98开始吧 97就一直在画 然后98 所以就很认真地在画 十四五年了 那我希望我说我这个系列继续画 因为台湾的三地同胞大概有十个种族 他们的服装都不一样 排湾族的服装跟那个卢凯族差不多 因为他们两个是住在隔壁鄰居 隔壁鄰居 会不会打架 会 为了增地盘 以前会 他们还把头砍下来 挂在那个树上面 现在不行 他们基本上也迁到比较平地的地方 以前都住在高山嘛 是这样子 不方便 那阿美族是最大的一族 他大概十五万 是原住民里面最大的一族 最大的族群 对 所以我还希望我继续画 这个像这个都有一些草稿 我以后要画的草稿 还有继续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还有草稿 我们可以看一下 已经画得非常完整了 这是另外不同的 这里还有题目 就是泰雅族的 就是在吹这个黄 就是吹琴 他叫什么 他用一个竹片 是这样吗 好厉害 他画得非常的清楚 那还有吗 那这个也是排湾族的 排湾族他们的桃湖 是有一个传 是他们的祖先 是他们的祖先 是这样子 这是一对新娘吗 新人结婚吗 没有 只是一个男的一女的 他们女的必须要配刀 是这样子 这有刀 看一下 这有刀 有看到这有刀 这是男的服装 这个瓮在干什么 那个桃就是他们祖先的来源 他们是会产一个蛋 那个蛋以后 孵一个蛋以后 再变成他们 子子孙孙就是这样子延续下来 蛮可爱的一个故事 那我们看了这个Local的这些创作品 它有非常艳丽的色彩 让我们看了就是很高兴 我相信在我们爱好艺术的朋友 说不定有些人也是 想要画 想要开始画 不晓得怎么画 Noco他也是从传统训练之后 他也是有因为生活上的关系 就是说要为了家庭 为了要照顾小孩 虽然我们不能讲说那是一个牺牲 因为我知道他的两位子女都是非常有成就 那也是我们的成就 就是说不讲牺牲那是成就 Noco能不能跟我们观众朋友鼓励一下 看喜爱绘画的朋友 或是说他曾经也像你这样子中断过一段时间 然后你鼓励一下他们怎么样再付出 再开始 然后呢我看你是已经走出了传统 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能不能稍微讲一下鼓励一下 我在是希望说只要你有兴趣 你有这个嗜好的话 你随时都可以拿起笔 有时间的话你就画 你越画就会越有心得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非常非常高兴 我们邀请到台美艺术家 他这样子很谦虚的 而且他也非常的愿意告诉我们 他这个绘画的经验 而且一些我们想要知道的这些咨询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也非常希望说这个能够鼓励喜爱艺术家 喜爱艺术绘画的这个朋友呢 可以继续或者说你可以开始你的第二春 今天非常谢谢Noko来接受我的访问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 感谢观看